您在减肥吗 最近很流行一种香蕉减肥法 到底香蕉减肥法 是不是可以让你的体重荡下来呢 我们马上来访问到 台湾医院的营养师 余医院营养师 来到我们节目当中非常欢迎你 大家好 马上给我们解答 到底香蕉减肥法 是不是可以让体重可以减薪呢 其实香蕉减肥法 它算是在水果减肥法里面 比较均衡的一种减肥法 它主要就是早上吃一根香蕉 然后配合大量的白开水 那中午跟晚餐的份量 就照原本的你的饮食习惯 只是份量的部分要减少 那另外它强调就是 八点以后不要再吃东西 对 所以其实香蕉减肥法 它有掌握到几个 减重很重要的观念 就是晚餐八点以后不要吃东西 那香蕉有什么好处 主要是因为它里面有比较多的糖分 通常我们一根香蕉的糖分 大概等于半碗饭 所以它可以让我们早上的 这个糖分的维持比较平衡 所以你比较不容易遇到 午餐跟晚餐有过度饥饿的情形 那只是说要提醒一下大家 早上只是香蕉的话 其实没有补充到蛋白质的部分 因为蛋白质主要是提供我们早上 不管是在上班或者是学生 学习的能力方面都很重要的 所以我们会建议还要再搭配一个低汁的牛奶 或者是低糖的豆浆 这样子会更加的均衡了 所以其实香蕉减肥法是可行的 因为它有掌握到这个 我们说吃东西这个营养的均衡 还有晚餐八点以后不吃的原则 所以可以让你瘦下来 不过你说最好搭配了低汁的牛奶 或者是低糖的豆浆 来增加蛋白质的部分 那另外就是说有一些人的体质 也许不太适合这个香蕉减肥法 主要的原因是它里面是含有高甲的 那有一些肾脏病的朋友 比较会限制甲的摄取量的时候呢 就尽量不要用这个方式来减肥 不过你刚才讲到低汁牛奶 我又想到了一种减肥方法 就是优弱乳减肥法 这是不是也是可行的呢 优弱乳减肥法 其实它比较主要的重点是在于 有一些人他肠胃容易有素变的情形 那它会有一些益生菌 来帮助我们肠胃的蠕动 那让一些鸡的比较久的素变 可以排出去 可是呢大家可能比较容易忽略的是 优弱乳它的热量是很高的哦 通常它的热量是比牛奶 还要再多一点的 所以如果你一天喝了 像家庭号那样 一瓶的优弱乳 其实就很难减得下来了 因为这样的热量就很容易 会超过一天要摄取的热量了 但我如果我就喝优弱乳 我不吃其他的东西呢 这样其实也不是很事 太痛苦了 对 其实第一个是很痛苦啦 因为你可以维持多久呢 第二个就是说 优弱乳其实它是属于高糖分 高蛋白的食物哦 那糖分的部分其实 它其实只是一个 比较适合就是当做点心的 那另外就是说高蛋白的部分 如果你一整天都喝优弱乳 蛋白质太多的话呢 其实也很容易引起我们身体的一些代谢的不平衡 对 所以其实优弱乳并不是那么适合就是用一个单一的食物来做减肥 它比较适合就是说比如说早餐我喝一瓶大概150cc到200cc的优弱乳 来增加我们肠味道的功能 这样子是好的 可是如果只是吃这样的食物的话 少靠优弱乳来减肥其实是不可行的 对不可行不是很建议 那刚刚还想到的就是我们可以帮助体内燃烧一些热量 红酒减肥法 红酒减肥法 其实大家红酒减肥法它里面有一些多分类的 是可以保护心血管 可是红酒它其实含有酒精 那通常一杯120cc的这个红酒的话 大概有100多卡的热量了 所以相当于半碗饭 那再来就是说酒精它其实很像很类似油脂 它是一吃进去就会直接囤积在我们的腹部的 所以你会发现用红酒加起司来减肥 很多人是越减越肥 真的吗 那甚至是它的腹部怎么消都消不下来了 对所以会有这样的问题 其实红酒减肥也不是每一个人都适用 其实红酒是很红酒加确实是比较难减肥的 很容易会变胖的方法 是很容易变胖的 反而会本末导致了 是所以要小心就是这个方法到目前有试过的 大家都没有很成功的例子 所以说想要减肥的话最好还是听听营养师的建议 不要随便网路上找一些偏方什么减肥法 有可能会让你越减越胖 非常谢谢营养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我们广告之后马上回来